困惑国人多年的中国足球为何不能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的问题 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纵身推进第十集中出境的原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的李铁的坦白 似乎给出了答案 热爱足球的人估计对李铁都不陌生 这个从16岁起就入选建立宝队到巴西流洋 应该说是曾经带着不少国人的期望 也就是说通过把中国的少年足球运动员送到国外 尤其是被不少人认为的足球强国巴西接受训练 未来很有可能靠着从国外学来的技术 代表国家队出征 实现几代国人的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的足球梦 大曾想 这个20岁入选国家队征战式预赛 25岁参加韩日世界杯 并打满三场比赛后 加盟英超爱福顿队的李铁 并没有真正想要实现国人的梦想 而是不惜拿国人的期盼为幌子 干中饱私囊的勾当 为了能担任国家足球队主教练 李铁不惜自己花100万元 向时任足协秘书长刘毅行贿 更是想方设法游说卓尔俱乐部出钱帮他做工作 一次性就向时任足协主席的陈虚元行贿200万元 行贿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 却也难比以李铁为代表的国内足球比赛打假球给中国足球 乃至给国内球迷和国人带来的伤害 据澎湃新闻报道披露 为了能使自己任主教练的俱乐部升级 李铁通过自己的助理一次就拿出600万要老队友 实为深圳的主力后卫李某帮他们打电多名关键球员 可悲的是 这600万李某并没有给其他球员而自己独吞 事实上 不光李铁送出了这600万元 其所在的俱乐部为了确保能够晋级 更是花了1400万元给对方俱乐部主教练打了招呼 一个靠假球来营造晋级假象的球队 弹劾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如果不是这次李铁等事发 真不知道中国足球还要怎么烂下去 烂到何种程度 更能说明中国足球不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事 李铁得到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位子后 居然跑到卓尔俱乐部 很赤裸地表示 带哪几个球员进去 可能哪个球员会给你们上场时间 在足些层面上肯定会搞好关系 帮你们提供一些资源 一次性从卓尔俱乐部谋取了6000万元的利益 而卓尔俱乐部的相关人员明知道 李铁要带走的自己俱乐部的球员什么水平 即至说看到那个国家队名单 我脸是发红的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俱乐部球员的水平 不要说四个 一个都进不了国家队 试想通过金钱交易 让根本不够水平的运动员进入国家队 代表国家队去打比赛 也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假求金钱交易 不够水平的运动员靠金钱交易进入国家队 这或许就是中国足球几十年来背弃国人希望 不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原因 这里需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的是 在清风今日评论等的一再追问下 江西南昌一采明花十万元买彩票 中了2.2亿元被质疑事件 江西省福彩中心相关人员终于打破沉默予以回应 称跟大家一样 在等调查结果 同时表示 调查结果会在官网上公布 所有的消息都会在官网上公布 因而期望江西2.2亿福彩事件不会烂尾 能有最终结果 彻底改变江西个别地方个别部门针对网络舆情 很少予以进一步回应的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